好 我那邊錄製好了 好 喂 好 好 放在那個 網上 我可以放 嗯 嗯 老師 衛生上去了嗎 他説 你睡來嗎 是 老師 我來打擾 哦 那你還那個處理吧 因為老師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怎麼處理好不好 好 錄製了 錄製了 我先把錢 哎 沒關係 我就關掉了 我把那個zoom就關掉了 好好好 開始錄製了嗎 有有 錄製了 錄製了 你是怎麼做的 你現在 你把那個主持人交給老師 我 我來試試看 好 真的啊 主持人 因為我這邊看不到怎麼錄製 我不管怎麼樣 得學一下 來 你告訴我一下 呃 等一下 我現在看到了 好 我現在看到了 那我只要寫錄製就好了 他不會直接到那個Youtube吧 對不對 啊 不會不會 啊 不會不會 到時候我會把它放上去 因為有時候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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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會把它放到Youtube上去 好 那就是Youtube是後來才放的吧 對不對 對對對 不來才放的 好的 沒問題啊 謝謝啊 那來 弟兄姊妹看得到 好 老師的螢幕是嗎 是不是都看得到我的螢幕 能看得到 老師怎麼都有 好的 能看得到 好 那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好 我們很感恩 那個 我們走了這個整個創世紀 這個總共50張 我們已經走過了36張 特別是上個禮拜周末的時候 把36張關於以掃的這個紀錄 這個移動的事情講得很清楚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的話 要正式進入到整個創世紀 最末了的一個高潮 就是約瑟成為雅各生命的延續 約瑟的掌權 就是他後來成為宰相 他掌權的整個過程 成為雅各生命的高峰 好 那我們也有感恩 在這邊 這個是 這個 他沒有辦法讓我直接看 好 沒關係 那就先用這種方式 我們從37張開始 然後一直到這個創世紀50張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段落 這個段落的話是記載的這個聖經 從37張 那麼一直到50張的 那他的整個的結構是這樣子 從今天開始我們進入的話 就是從這個約瑟的生命的起頭 當然約瑟是在巴旦養的 最後一個出生的是約瑟了 後來他的弟弟在出生的時候 就是變兒尼或者變亞敏 就是他的母親就離開他們了 所以約瑟很小的時候 母親就已經走了 那變亞敏更是出生的時候 母親就走了 那所以這段話是整個以色列的兒女 這12個 從這邊開始 這37張開始 主角的整個的紀律 那就是從這邊 整個延續到這個創世紀的50張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交叉 平行的一個文學結構 他整個在寫的時候 基本上他很注重起承轉合 這個是猶太人的佛德拉比寫書 跟我們中文一樣 你有一個好的開頭 也要有一個好的結尾 結尾乃是要呼應起頭的話 所以他就變成很自然的 這個交錯平行情就會出來 好那從第一段 是創世紀37章3到11節 這一段紀錄 他說雅各住在這個迦南地 他住在迦南地的時候 他的紀略如下 後面就直接提到這個約瑟 17歲的時候 跟他哥哥們一起放羊 他還是個童子嘛 17歲 Teenager 那這個童子聽起來很小啊 This is the history of the generations of Jacob But Joseph being 17 years old was feeding the flock with his brothers He was a boy 他這個翻譯 他只是一個男孩 童子感覺起來好像是小孩子 實際上他的意思是boy 是男孩子 他還是一個男孩子 是一個男人 然後可以打仗的那個男人 然後是男孩子 With the sons of them Bella and Zippa His father's wives 然後Joseph brought an evil report of them to their father 這個約瑟 這個約瑟 常常把他哥哥的這個 這個 惡行報給他的父親 但是 Broaden evil report 就是真的不好的行為 才會被報告上去 好的 不知道會不會講的 但是 絕對不好的 他剛好就打了這個小報告 然後 Now Israel love Joseph more than all his children 原來 這個以色列是愛 約瑟過於愛 他的種子 這個事情 就是 做父母親 只要有偏愛 都會造成兒女們的困擾 兒女們彼此之間的困擾 那 因為 約瑟是他年老的時候生的 他就給 日子好 Make a coat of many colors 那時候 這個衣服 你知道 這個 都是所謂的布衣 布衣是一個族群 就是他這個 這個布衣跟頑固子的 講的是兩種穿著 這個布衣就是粗麻衣就穿了 根本沒有什麼顏色考慮 這個頑固子弟的話 他穿的這個頑固 都是指著他的那個衣服 特別的 用緊袖 什麼樣的 紙衣做成的 所以那個 這個衣服的料子 又都是相當好的 他顯然是特別愛這個約瑟 所以給約瑟的 總是比其他的兄 兄長多很多 那 他只給這個兒子這樣的話 那自然就會引發約瑟的哥哥們 見到父親愛約瑟 過於愛他們 就恨悟約瑟 不與他說和睦的話 這個哥哥們不少 這個十來個這樣子 都不與他說和睦的話 然後呢 他偏偏又是一個做夢的人 他做夢 這個又不懂得隱藏 也不懂得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一些臣服啊 小心 就是 想到什麼 說什麼 那 請聽我所做的夢 我們在田裡 捆何家 我的捆呢 站起來 起來站著 你們的捆呢 來圍著我的捆 下拜 這個實在是 聽 哥哥們一聽啊 氣得半死 你難道真要做我們王嗎 啊 你真的要管轄我們嗎 就因著他的夢和他的話 就越發恨他 越發恨他 後來呢 他又做了一個夢 就是告訴他哥哥們 你看啊 我又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什麼 我夢見太陽月亮 他十一顆 他不講十二顆 那十一顆 因為他是其中的一顆 向他下拜 哇 這個 都是講下拜的事 那就慘 這個夢啊 一告訴他的父親 他的哥哥們 他的父親都責備他 你做什麼夢啊 難道我和你的母親 你的兄弟 全部都要來到你們面前下拜嗎 向你下拜嗎 從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太陽 他是指父親的意思 至少是雅各 他的領會是這樣 月亮是指母親的意思 日月明 然後 這個 十一顆的話太明顯了 這個數字一定是他的兄弟 所以這個只是發光的 發光的 發光體 這個神的兒女啊 都要成為世上的光 成為發光體 照耀 那 我現在看到 這個事情啊 真的是 有一點意思啊 那哥哥們 基督他 父親呢 但是他父親 把這個話存在心裡 他的父親 把這個話存在心裡了 啊 暗暗的看這個將來如何 那 西伯倫 他就往西 西線去 那邊呢 後來找著他的哥哥們 啊 那個 這 他們在那個 多丹那個地方 遠遠的啊 哥哥們早就看到他 彼此商議要同謀 要害死他 因為沒有一個人啊 是愛這個弟弟的 沒有一個 每一個人都恨他 但是大哥啊 劉辯啊 是有責任的 這個 是個 畢竟他是大哥嘛 那 啊 要把他平安的送回他 他爸那一圈啊 你看啊 那個做夢的來了 我們把他殺了 放在坑裡面 啊 就說野獸把他吃了怎麼樣啊 啊 看他的夢會不會實踐呢 啊 這個劉辯一聽 啊 你們要殺他 就要救他脫離這些兄弟的手 啊 說我們不可害他的性命啊 也不可流他的血 這個 就把他丟在這個野地的坑裡 不要下手害他 其實劉辯呢 他主要是想要救他啊 脫離他們的手 歸還給他的父親 啊 所以這個劉辯還是不錯的啊 那個 雖然呢 做了很多的魂事啊 這個實在是很不應該的啊 但是這個 老大孩子 畢竟是老大 好 約瑟 一到他們那哥哥那邊啊 就把他衣服給脫了 這個是彩衣啊 丟在坑裡 那坑啊 是空的 啊 裡頭沒有水 所以這些兄弟啊 對他的 對約瑟 是一點沒有什麼兄弟之情 一點都沒有兄弟之情 這件事什麼時候被 完全全地被體驗出來 就是到了這個 這個 呃 優大啊 到了最後 這個 藉著這個約瑟的智慧啊 啊 這個 啊 這個 把這個 呃 這個 呃 優大 還有兄 他們的兄弟們啊 就是回想起啊 以前這一段 兄弟不顧兄弟之情的事情 啊 就是讓他們回憶起來 啊 回憶起來 好 那這個時間點呢 大概是創 創世紀 大概第40章以後的事情 40章以後的事情 那 當他做王 做那個宰相的時候 好 那他們這個怎麼樣 這個兄弟啊 把他丟在那坑中 不讓給他喝 不讓他吃 他們自己到下 坐下吃飯 矩目 矩目一觀看啊 一夥米店的這個 以什瑪利人 這個顯然是啊 萬有都互相效力 我叫愛神的人的一處 上帝啊 為了要完成他啊 自己所要命定的事 他就啊 安排了這一批啊 米店的這個 以什瑪利人 從基地來 用這個 因為是商人嘛 就各地跑 用駱駝 這個駝子香料 滷香墨藥 帶到埃及去 幹什麼 買賣交換 啊 那麼猶大呢 就對眾地兄們說 我們殺我們的兄弟 有什麼好處呢 什麼好處都沒有 藏著他們學 有什麼益處呢 這個猶大 因為做的這件事 就間接的保守的 這個約瑟的命 如果他們沒有把它賣掉的話 約瑟是肯定死的 那這個 我們不如把它賣給 以什瑪利的人 不可下手害他 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啊 他是我們的骨肉啊 眾地兄們都聽懂得他 所以這件事情啊 有很多的時候啊 弟兄姊妹要有一個領受 我們有時候我們的環境啊 被迫的被主帶到一個 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總覺得好像 我們這一生完了 我們總覺得 我們這一生沒有用了 我們總覺得 好像自己在做的一切啊 根本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益處的 但是實際上啊 神叫萬有都互相效力 為叫愛神人的益處 約瑟在這個時候 他能做什麼 他什麼都不能做 他只能死 就是背負十字架 只能在那邊死 他的命根本就不掌握 他在他自己的手中 兄姊妹我們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命都不是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 我有幾次啊 在那個飛機上 整個飛機啊 整個的那個震動啊 我好像那個大地震啊 都沒有那麼恐怖了 啪一下肥子啊 就突然就好像失速的感覺 以前啊 常常聽到什麼 這個飛機失事 所以我們有那個經驗的時候 在飛機上的人 大概都覺得 哎呀命不久矣啊 但是 神真的是有祂的這個 有祂的命定 我們的生命啊 很多時候 雖然不是我們掌控的 也不是我們能夠去主宰 啊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但是 神總是叫那些事 能夠啊 讓我們啊 與神的旨意更近 更近 好 那弟兄姊妹啊 我想 呃 這個 接下來 創世紀之後啊 剛好是初埃及紀 那 我覺得初埃及紀是 相當相當複雜 也非常非常深的 那 也許 在 三月份 開始 我們有機會 進到這個 初埃及紀 反正在這一段時間啊 我們剛好講這個 創世紀到初埃及紀的 這個神聖種子的部分 然後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有好處的 對我們生命上面 然後是有大的幫助 那 前幾天啊 然後 有一個姊妹 老遠的看到老師 然後 好久沒見到我 然後就跟我打招呼 然後交通 他就說啊 他很有負擔 然後希望神的話 能夠傳扬出去 這個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個 負擔 然後那天後來 他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啊 在那個大會的時候 他們就來找老師 就一起去交通 沒有想到 大會結束了 我們的交通 居然交通了大概四五個小時 非常喜樂 非常喜樂 然後他們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 好 老師這幾年 所經歷的事情 是這麼的豐富 他們沒有想像過 所以 都是歸榮耀給神 歸榮耀給神 好了 這個米店的商人 就在這個時候去經過 然後 猶大也在這個時候呢 有提出這樣的一個協議 不要下手害他 因為他是我們的弟兄 我們的骨肉啊 那眾弟兄也聽從了 所以啊 即便想要加害於這個 自己討厭的這個弟弟 但是呢 也在這個 這個猶大的這個交通中 大家就是怎麼樣 就 聽從了他 也放過他一馬了 不是這個直接殺害了他 那 這些人啊 用20摄克勒的銀子啊 就賣給以什瑪利人 約瑟就被帶到埃及去 那劉畢呢 這時候才發現 哎呀 約瑟居然不在坑裡啊 哎呀那他慘了 他撕裂衣服回到弟兄那裡說 童子沒了 我要往哪裡去呢 哦 the child is no more and I where I go 那我怎麼辦呢 這個一個責任啊 那他們就怎麼樣 哦 什麼都想好了 這個計謀啊 怎麼說法 怎麼樣面對他父親啊 通通都有一套 載了一隻公山羊 把血呢 染了那個彩衣 啊 打發人啊 還自己不去 打發人去 問問他父親 這個 這個是不是你兒子的外衣啊 啊 他是 講 examine now whether it is your son's close or not 他是說 是不是你的兒子的外衣 不是我們的弟弟哦 是你的兒子 哈哈 測試 哎呀 這個雅各啊 他一生中啊 都是欺騙 抓奪 這樣的一個生命的經歷 沒有吃虧的啊 但是啊 欺騙了哥哥 欺騙了父親 欺騙了這個拉班 啊 啊 這個搶奪了一切的財物 啊 糊弄了這個 遺嫂 啊 讓他能夠回來 哎呀 搞了一大圈以後 結果呢 在世界女兒被強暴了 哎呀 兒子呢 犯下殺人罪了 還不是殺一個人 殺一個人都很難看啊 殺全村的這個 全 全城的這個男人 搶奪了他們的一切 不是兩個人幹的出來的事啊 所有的都有份 哎呀 真的是 哎呀 神怜悯他啊 不然他們早就被人家追殺了 神教內地的人 懼怕他們 不敢出來追 不敢出來追 這一念之間而已 如果他們是看 想到的是你們那麼少 我們也 吞都把你們吞掉 才都給你們才別的話 那他們就慘 但是上帝就讓內地的 思維成衣的人 通通懼怕 這跟伊甸的這個 三百勇士啊 打勝仗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然後呢 這個雅各啊 知道要把 所有一切外邦的神像啊 這個還有 裝飾的環子啊 這些全都把它怎麼樣 埋在這個事件像素那裡 後面啊 來到伯特利還願 啊 也足談獻祭給神 然後啊 再來的話啊 他這個啊 再繼續往前啊 到他父親這邊的時候 在以 啊 這個 啊 以德台 啊 就那邊放牧 他的兒子 劉辯居然啊 就在這個 呃 在之前呢 先到了以法塔 以法塔的路上啊 這個 生的這個 變兒裏面 變亞敏 然後 最愛的妻子也死了 然後他的兒子呢 啊 這個 到了以德台的時候 居然啊 與他的這個妾 屁拉上床去 哎呀 這些事情啊 一而再再三地剝奪他 剝奪他 他很多的話都不講了 他已經心裡面非常清楚了 啊 神啊 在這時候啊 他的聲音越來越少 但是啊 生命是越來越發亮 不再是牙各那個 這個整天都在想著什麼 用肌用膜奪取利益的人 而是一個更深層的 有層次的 有生命度量的一個長者 啊 所以他愛他的兒子啊 約瑟 啊 過於愛其他人這個偏愛 這當然是會造成困擾 但是他的愛啊 開始啊 被顯露出來 也就是因為這份愛 然後約瑟啊 從小到大 他都是啊 得著那個以色列的這個 敬天為人啊 敬敬神的這個 這種生命和態度 是一個敬虔的態度 所以約瑟啊 才不會啊 才抵擋得起那些 屬世的誘惑 如果是他呢 年輕的時候 那種什麼都要抓獨的性格啊 約瑟恐怕跟他哥哥 沒什麼兩樣 但是因為他的父親 有生命的改變 所以又在愛中啊 就傳遞了愛給這個孩子 所以這個約瑟啊 在後來的這個所有的表現呢 那是可圈格點的 基本上啊 在舊院裡面啊 沒有什麼瑕疵的啊 是這個約瑟是其中一位 他面對他哥哥們的時候 他也是啊 能夠忍耐啊 為了要幫助他的哥哥們啊 認識到以前的這個做法 是實在不對的 他是用肌肉 也是用了這個非常特別的一個方式啊 引導他們啊 認罪悔改 好 這個雅各一認得 哎呀 這是我的兒子的外衣啊 這個是由野獸把他吃了 哎呀 我的約瑟被撕碎了 被撕碎了 這個是 這是My son's coat An evil animal has devoured him Joseph is without doubt Without doubt 沒有疑問的 Torn in pieces 乃是被野獸啊 這個撕裂成片啊 他就撕裂衣服 腰間圍上麻布 為他的兒子悲哀的多日啊 其他的兒子都沒反應啊 為什麼明明知道他沒死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哭子哭不出來的 只有那個父親被蒙在鼓裡的 他是知道 他這邊呢 All his sons and all his daughters 很有意思 英文裡面啊 講的他所有的兒女都起來 來安慰他 Rose up to come for him 他是啊 他的孩子們 男的 他的女兒們 女的都是負數 所以啊 至少抵拿啊 不是只有抵拿一個 恐怕啊 還有很多的兒女 也許不是兒女啊 是孫子輩 流遍這些啊 搞不好都早就有成家立業了 都來安慰他 他去不可能受安慰 說啊 我必悲哀的嚇到陰間 到我兒子那裡 約瑟的父親就為他愛哭 而米甸人就把約瑟帶到埃及去啊 把他賣給法老的內臣 波迪法 這個會掌上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看到37章 昨天讀的這個 就是眾兄長都敵視約瑟 但是他這一段啊 剛好跟這個50章最末了的時候 這個眾兄長啊 害怕約瑟會有報復 在雅各過世之後啊 害怕 這個父親不在了 約瑟就翻臉了 但是啊 約瑟卻反過來啊 以善報惡 這個保證他的眾兄長不會有這些問題 啊 所以啊 這個就是約瑟生命的一個頭尾啊 他開始的時候 雖然被兄弟啊 所欺負啊 所欺騙 所敵視 所出賣 但是啊 他末了的時候 卻是保護兄弟 對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 重大的資源 那麼 從37章的12節看來 到35章的節 就是約瑟啊 好像因為 才藝啊 燃了鮮血 就是欺騙了這個兄弟們啊 欺騙了雅各 以為他死了 所以 約瑟啊 看來好像是死了 雅各啊 就為他哀傷 但實際上他沒死嘛 那 到這個 創世紀49章的末了 雅各過世了 約瑟埋葬他 你看 雅各在前面的時候 以為 約瑟死了 為他悲哀 為他悲哀 然後呢 這個 為他哭泣 為他悲哀 在腰間啊 圍上的麻布 那 悲哀多日啊 然後還說啊 我必悲哀著 悲悲慘慘的 嚇到陰間 到我兒子的那裡啊 為他哀哭 那 雅各過世的時候呢 中兒女啊 都來埋葬他 約瑟呢 也變成好像 儼然是長子啊 這個 來 照顧他的父親 好 那麼到了 38章 明天啊 這個 我們要 其實今天也可以談 啊 就是關於這個 猶大這個放縱情欲的事 你可以看到哈 猶大的勢力啊 是保護約瑟 不至於遭到兄弟殺害的那個人 所以啊 猶大這個事情啊 跟他 末了的時候啊 猶大與約瑟啊 回歸到這個 眾弟兄們身上 這個是啊 創世紀49章 在雅各的 對孩子 12個支派的祝福裡面 這個猶大和約瑟 成為最大祝福的兩個 啊 就是跟啊 37章啊 裡面 猶大拯救這個 啊 約瑟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38章感覺起來 好像是突然 插了一段話進來 插了一段話進來 他講到這個猶大啊 居然跟放縱情欲 跟他的啊 這個 兒媳婦 叫做他瑪絮啊 生了法律斯 很謝拉 他自己啊 也承認他的不義啊 他那時候 猶大和約瑟啊 離開了眾弟兄 我們現在好 正式進入了這個 37章 他跟相對應的是啊 雅各的祝福 啊 猶大後來得到祝福 超越了眾弟兄 啊 猶大和約瑟 也同是回歸了眾弟兄 好 那我們來看看啊 在38章的開始 前面啊 前面啊 雅各為約瑟 悲哀數日 好 那 這個 悲哀數日啊 那 約瑟的父親 為他哀傷 不肯受安慰 然後後面呢 就是 約瑟啊 已經被賣到 這個埃及 法老的內臣 波提法家了啊 那 這個地方 就稍微 停頓了一下 沒有再繼續描繪啊 這個 在埃及的故事 回到的這個 眾兄弟 這邊 猶大 顯然猶大 被寫在這邊 而不是寫流便 也不是寫西面立位 只寫猶大 是絕對是神的拣选的事 神拣选的事 而且要把這一段話 記載下來 記載下來 那時候猶大 離開 他的弟兄 下去 下到哪裡去啊 It happened that day 那 time that Judah went down from his brothers 從他的弟兄們離開了 所以這個是 他離開了眾弟兄 是從這句話 講起了 就是38章的時候啊 猶大離開了眾弟兄 當他離開了眾弟兄 他就發生了很多的 不太妥當的事 那時候啊 他是 到他的一個好朋友 雅度蘭 雅度蘭洞啊 就是大魏 後來他躲藏的地方 那雅度蘭人呢 叫做這個希拉 就叫做希拉那個家 Adomai Hira 他是一個雅度蘭人 希拉 那他到那個家裡面以後啊 哎 就看到當地的女子啊 當地的女子是什麼 迦南人嘛 其中呢 迦南人 名叫蘇雅的女兒 He saw the daughter of certain canon whose name was Shura 這個蘇雅 他娶了這個 佳南的婦人 蘇雅為妻 與他同房 就懷孕生子 由大給他起名叫爾 這名字叫做爾 後來啊 又生了一個兒子 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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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漢 歐南啊 這個是真正由大 真正的大兒子和兒子 歐兒子 那麼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啊 就起名叫做 世拉 世拉 但是歐漢 耳南很早就死了 所以只有世拉留存 但這幾個啊 都不是在神命定的長子的名分中 他生世拉的時候 尤大那時候啊 還在姬西一個地方 在姬西 啊 那麼也就是說啊 他是長年在外 也 妻子啊 生孩子的時候 他都不在身邊了 那 尤大這個為長子啊 兒兒娶妻就表示啊 這個都已經第三代了啊 那個 尤大自己都離開他的兄弟們 啊 這個獨立去了 那等到兒子長大了 啊 娶 娶的老婆啊 就叫他馬 是 就是這個他馬 那麼 尤大的長子 兒兒在耶和華眼中 看為二 所以耶和華就叫他死了 那 尤大呢 就跟那個二兒子啊 兒男說話了 他說啊 你當於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為什麼呢 啊 敬他 向他敬你作為弟弟的本分 為你哥哥生子利厚 那個這個 這個兒男啊 他這個一聽就很不爽了 為什麼 那憑什麼啊 哥哥的那個寡妇呢 還要 嫂子啊 還要 我還要照顧啊 知道啊 即便生了孩子 也不歸自己 而是歸他哥哥 啊 所以同房的時候啊 就已經在地上 免得啊 給他的哥哥留后 你看看啊 這個就很麻煩啊 這個兒男所行的啊 耶和華眼中看為惡 所以啊 耶和華也叫他死了 哇 這個 這一個老婆啊 惡逃殺傷事啊 就是一個老婆 結果 造成大兒子死啊 也拿自己自找的 也跟這個妻子無關 小兒子又死 老二又死 哎呀 那這個 有大 有這個女子啊 不祥啊 那克夫啊 他就心裡面說 恐怕是啦 也會死 跟他兩個哥哥一樣啊 娶到一個 扫把心回家了啊 就對他的兒媳啊 他媽說話了 他說 你去吧 你去吧 叫在你的父親家裡面守寡 等我兒子是他長大了 再把你娶回家了 好 那麼他媽媽就回去了 住在他父親的家裡面 過了許久 這個 猶大的妻子啊 舒雅的女兒死了 For many days 啊 舒娃's daughter the wife of Judah 這個有一點意思啊 是舒娃的daughter 那前面講的啊 他說 見到一個人 名叫舒雅 啊 啊 the daughter of certain men 啊 whose name is 舒娃 所以 他是說這個女兒 女子叫做舒雅 他是說這個女子的 爸爸的名字叫舒雅 啊 他 名字 爸爸的名字啊 所以說 這個 呃 優大的妻子 舒雅的女兒死了 她們 她們的妻子根本沒名字 只寫了她父親的名字啊 啊 那麼舒雅的女兒死了 那個 優大就得了安慰啊 啊 哎呀 呃 這個 妻子不見了嗎 啊 Juda was comforted and went up to his ship ships here 啊 to Timna 啊 到了她這個朋友 雅度蘭人 啊 希拉的那個 廷南 啊 那個地方去了 啊 她得了安慰啊 就和她的朋友 這是她的好朋友了啊 啊 雅度蘭人 希拉 上到廷南去 到她 撿羊毛的那個人那邊去了 好 那 有些 有人啊 就跟這個 這個 這個她瑪士說的 因為那個 這個 雅度蘭啊 希拉 啊 這個 他取 這個 取這個她瑪的時候啊 就是 他取那個 猶大 跟這個 他的好朋友啊 希拉 娶了佳南人 蘇雅的女兒 但是呢 同一件事啊 等到她太太死了以後啊 她又跟她再出去啊 再出去啊 這個 你說花天酒地也罷了 反正就是去玩了 跟那個自己 自己的 這個 好朋友嘛 在一起 那麼 那麼這個 那麼這個 想一想啊 想一想啊 那個 士拉都已經長大了 那麼大了 怎麼都沒有 娶她為妻啊 啊 就拖了她 做寡婦的衣裳 好 不能 好像有一點 守孝啊 的意思啊 就是為她 丈夫的守孝啊 那 cover herself with her veil wrap herself 就把自己 包裹的實實的啊 這個 根本就 你就看不出來她是誰 蒙著臉嘛 遮住的身體啊 坐在這個 火會 She saw that Sheila was grown up 士拉都長大了 還沒有 he wasn't given to him as a wife 哎呦 這個 塔瑪士真的是 哈哈 要我們的話 就覺得很難想像 要自己 老大 嫁給老大 死掉了 那又不是官 不管那事 嫁給老二 老二自己 做耶和華眼中 看為二的事實 也不管那事 這個 倒霉的是她 現在啊 這個 她的一輩子怎麼辦呢 那 只能 期待這個士拉 士拉已經長大了 照理要取她為妻了 這個士拉 這個也 這個實在是 你想到這個嫂子的話 大概睡不著覺了 哈哈哈哈 no she sat in the gate of 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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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s by the way to China China 所以她 有人告訴她 你公公要來啊 到提拿去 她就住在 這個 伊南應城門 就在那個 提拿 提拿 路上 往那個提拿的路上 會經過這個城 就這樣 由他看到她 她 她以為是妓女了 因為她蒙著臉 啊 she saw that he was she was a prostitute for she had covered her face 啊 這個那時候妓女啊 出來啊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穿著打扮啊 然後 由他就轉到她那裡去說 哎 來吧 讓我與你同情嘛 你看到 由他是放縱情欲的 主動的去呢 她原不知道 那個是她的兒媳婦兒 她媽是說 你要與我同情嗎 那你要把什麼給我呢 she said what will you give me that you may come into me 嗯 那個由他說 那這樣吧 我從羊群裡面 取一隻三羊糕 打發人來送給你 怎麼樣 那她媽是說 那在你還沒有打發這個三羊糕之前 你可以不會給我一個當頭呢 will you give me a pledge until you send me 就是啊 你先給我一個什麼押金啊 啊 就這個意思 那什麼當頭 那你要我給你什麼當頭呢 她媽是說 那我要你的印 你的袋子 你手中的賬 啊 那這樣的話 就是確定這個是你了啊 哎呀 由大就給了他啊 就進去與他同情啊 你看他這個是放縱情欲啊 啊 啊 這個好笑的是啊 居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兒媳 啊 這他媽啊 起來啊 就 就從這個 由大懷了孕 啊 she can save by him 那麼 他媽啊 起來走了 除去了帕子 仍然穿上這個 這個 做寡婦的衣裳 那 這個他媽是顯然啊 是真正啊 知道實情的人 他是知道 這個是他的公公 啊 但是啊 這個公公啊 由大是搞不清楚自己發生什麼事 那由大呢 他托他的朋友啊 雅度人人啊 送了那個山羊膏去啊 要拿那個 把那個當頭拿回來 找不到那個女人 就像那個地方的人說 那個伊拿印這個路旁的那個妓女在哪裡啊 他們說 這裡沒有妓女啊 那他們就回去啊 見到 由大說 我們沒找到那個女人 並且那一地的地方呢 說 這裡根本沒妓女 哎呀 由大說 這個我 我呢 把這個山羊膏送去了 你居然找不到她 哎呀 那任憑他們拿去吧 免得我們被羞辱了啊 啊 behold I send this young goat and you haven't found her 哎呀 let her keep it let her keep it last will be a shame put a shame 就是說啊 讓他留著吧 讓他留著吧 啊 免得我們呢 這個 被羞辱了 啊 因為啊 這個沒守信啊 那被羞辱了 所以我們守信用只是他找不到而已 啊 過了三個月 有人告訴由大了 你這個人 你這個兒媳婦啊 這個 由大媽啊 做的妓女啦 啊 她形容啊 有了生育啊 哎呀 尤大說 把她拉出來 該燒了 你看那時候多多壞啊 這個 Judas said Burn Bring her out Let her to be burned 這個 他媽 是啊 被拉出來的時候 便打發人去見他的公公 對他說 這些東西是誰的 我就是從誰懷孕的 啊 請你認認 這印是誰的啊 這袋子啊 這帳是誰的啊 啊 哎呦 這個由大一看呢 這個抵不了帳 哎呦 原來是他自己啊 他就承認了 他就承認啊 他比我更有益啊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答應他 要把我的兒子施拉給他 我並沒有這樣做 因此 尤大不再与他同情 他不再犯罪了 但是这个事情 孩子长大了 孩子要生了 他们是生产 不料他父里面是一对双胞胎 也是个 姨嫂跟 雅各 也是双胞胎 在 利百家的父中 这个搅动得很 两个大国 那这个 他妈是生的时候 是这样子生的 仔细听 他说生产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 生出了一只手来 哇 一个头 一个手 这个怎么生出来 那这个会难产 这只手一生出来的时候 收生婆 就拿着红线 拴在他的手中 那这个是头身的 这个是头身的 来 弟兄姊妹 这是人的拣选 人拣选的长子 用他的红线来做代表 好 就没想到 这个孩子 居然把手推回去了 他的哥哥 突然生出来了 真正生出来的 不是这个人所拣选的 反而是神让他成为长子的 哎呀 周生怎么说 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 就叫他的名字 叫做法勒斯 法勒斯 那么因为他的兄弟 手上有一条红线 生出来了 就叫谢拉 这个名字啊 有他的意思的 来 这个 38章 法勒斯的意思 是这个 断裂 这个 抢夺 这个好像抢夺长子的名分 就是 这个 抢着出来的意思 抢着出来的意思 那 这个谢拉 就是红色的意思 红线的意思 好了 我想今天 不要讲太多 因为我们发现 读这个创世纪的好处 就是 他是很有味道的 那一般人呢 在读这个 这是故事型的 但是我们要在故事中啊 听见神 许多的说话 比如说这个 犹大 他离开了弟兄以后 就面对了这个 迦南地区 学了老婆也是迦南人的 然后所以 很多的事情啊 就沾染了 迦南的一些风俗 习惯 这个很 所以 这个 过来他儿子又长大 表示啊 这个十二支派啊 其实到这个时候 早就已经分开来了 他们不是合在一起的 不是合在一起 从这个 犹大 离开他的弟兄们 这句话 就听得出来了 这句话就贴得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个 犹大 这个原来啊 从 书雅的女儿啊 生了这个 尔和 尔南 很 是拉 对不对 三个嘛 但是啊 神却借着这个 儿的妻子啊 就是他的儿媳妇 那么 这个叫做 他玛士 生了 法勒斯 和谢拉 成为 真正的长子 他就说 这个法勒斯 谢拉 乃是啊 他嘛 是啊 用尽各种方法 他要去等候 基督 他愿意啊 与基督连结 与属基督的人啊 生出孩子们 生出基督 这个是他 出了什么样 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会被人家 用石头打死的风险 就是好像做妓女 一样 实际上 他乃是啊 要 这个 用各种方式啊 回到神的家中 他不愿意在这个 神的家中以外 留在世界里面 这个是啊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 他玛士啊 跟雅各一样 可牧那长子的名分啊 所以啊 他玛士 生出法勒斯谢拉 就成为 真正犹大的长子 真正犹大的长子 好 亚杜兰洞的 那个亚杜兰啊 在伯利横西南边 这个 大概20公里处啊 是人民的正义 亚杜兰洞 那 希拉的意思 是高贵的家 舒雅的女儿啊 舒雅的意思 是财富 那么 犹大给他起名 这叫做耳 这个 比如是清醒 老大 肉身的老大是清醒的意思 那肉身的这个老二叫耳男 是强壮的意思 然后后来生的士拉 这个士拉在历代志 也会重新写他的后裔 但是他写的次序很有意思 这个犹大的这个长子啊 法勒斯西 这个谢拉这个家族啊 写的多 那士拉 明明是他们的哥哥 到最后都是写的最末了 是啊 这个写完以后啊 才会记录到这个历代志 这个第四章 讲到亚比斯的祷告 就是这个地方 那后来呢 讲到他们后来到的 基西是错误 亚格西的这个地方 那是犹大支派的成一 犹大支派的成一 这个犹大娶的迦南妇人 直接就违背了亚伯拉罕 和以撒的交诲 以撒就是叫这个雅各 不要娶迦南的妇人为妻嘛 所以啊 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的这个信仰 应该是非常混杂的了 犹大呢 娶妻的理由是看见的 可能是因为 迦南女子漂亮就娶了 但没有什么深刻的 这个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 回到他本地本厨家 去那边娶 他没有 传统呢 认为啊 犹大是因为啊 这个雅各丧子 爱控 就是建议卖掉约瑟的犹大 遭到弟兄们的白眼 所以只好索性离开弟兄们 有些人是这样写 但应该这个跟这个没什么关的啊 那么犹大长子儿死了 尔南二儿子也死了 他就怕老三啊又死了 就叫他的这个汤玛士啊 就回去到他父亲的一个家中 汤玛士啊是中旅树的意思 尔南的死因搞不清楚 只知道他是不讨神的喜悦 那这个鹅的死因啊是不清楚啊 那尔南是死因就很清楚 因为啊 已经不想为鹅留后啊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神是公义的神哦 他闪上罚恶的 他这个老二啊 是故意这样子做的话 这个神就直接让他死了 成为处罚 这个是圣经里面啊 第一次针对恶儿的惩罚 第二次针对他弟弟的惩罚 那你要向他 向他祭你为弟的本分啊 小叔啊 这两个制度很有意思啊 就弟弟跟嫂嫂成婚 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要归在哥哥的名下 这种制度 当然弟弟也可以拒绝了 但是要接受公开的羞辱 这个就是脱血之家的意思啊 这个地方啊 会牵扯到后来的这个 这个路德的事情啊 因为俄贝德啊 这个 这个波阿斯 俄贝德啊 那波阿斯啊 他是没有那么近的这个亲戚关系 另外一个比他更近 那他如果要娶路德的话 那波阿斯也不能强的啊 那但是啊 要接受公开的羞辱 啊 就是拿下拖鞋啊 丢给他啊 称之为拖鞋之下 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这样写的记载啊 他说啊 弟兄们 同居 如果死了一个 没有儿子 死人的妻子不可以出嫁外人的 他丈夫的兄弟啊 应当尽弟兄的本分 娶他为妻 与他同房 那么 富人所生的长子呢 必归死兄的名下 对不起 长子是这样啊 那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 那个人如果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 他哥哥的妻就可以到城门那个长老那边去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啊 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也不给我尽这个兄弟的本分啊那怎么办呢 这是他的本分啊 本城的长老就招那个人来他如果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啊 在以色列中这个人的名称为脱鞋之家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记载是非常有意思 好 所以啊这个 那同房的时候啊就是心存恶意的啊这个每一次刑房都是故意这样子这样子移经在外头 他每次刑房的时候啊都是这样他就是不愿意啊为他哥哥留后啊 那犹大呢就要求啊这个儿媳妇你回去守保吧不是改家啊啊表示啊啊 是啦这个将来啊还是长大了以后要做做小叔嘛还是这个制度啊还是照样的会这样 这个犹大说了一套做另外一套叫他回家就就叫他吃父母亲啊啊 啊那应该讲啊如果叫他回娘家啊就照理让他随意改嫁就好了嘛 但是他又不让人家改嫁啊又要人家守寡啊好处都被他占了 但是不却不怎么样不照顾他啊 所以啊这个实在是啊这个照理说他嘛是啊可以成为犹大家庭继承人的母亲啊 但是现在啊他只是一个寡妇啊 啊尔南呢是因为啊自己拒绝然后死了啊啊但是啊啊他一面公开啊啊这个表示啊自己愿意执行 但是另外一面私底下又不让他嫂子受孕啊这个啊啊这样的话啊就是啊只跟他嫂子刑房又不愿意啊为他哥哥留后啊啊他就可以独占啊父亲的产业这样是很啊无耻的啊啊 所以啊啊俄南主义啊就是啊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是一个词汇啦啊叫做中断啊新疆或者是啊这个手淫啊就是这个啊 那么啊这个犹大的妻子死了以后啊啊他嘛是啊就啊用计用谋啊啊从这个犹大啊怀孕啊 啊这个事情啊在平拿啊啊这个的路上啊啊叫做伊拿应成啊这个伊拿应就是眼睛的意思啊 其实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地点啊反正这个犹大以为她是啊 卖淫的妓女蒙着头 为了蒙着脸呢这个亚述的法律啊是出价的这个妙计外出的时候要蒙着脸啊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这边啊因为亚述是另外一个地方啊 这个迦南人的宗教的这个妙计也是蒙着脸的啊 他们不是在等候啊这个客人啊上门的时候蒙着脸 整个新教过程中也都蒙着帕子 所以啊这个啊这个男人就会有幻想啊 以为是怎么样的啊实际上啊啊 啊这个神呢是禁止以色列人与这个迦南人交往啊 啊因为那那地的人就是啊用这个信来做这个敬拜 所以才叫做妙计嘛啊 那么档头就是抵押保证啊保证平啊 那犹大呢很明显是临时起义的啊 他没有带钱支付啊但是啊这个太久了啊 他就是饥饿难耐啊就是想要做这个事啊 所以啊他也搞不清楚这个行情是什么啊 一头山羊羔应该算是很高的行情吧 那么印是指印章啊这个好像啊做印记啊 你那个手上有一个这个戒指啊就是可以盖印的啊 那么带子呢是细印章的那个绳子 那么帐呢就是啊牧人啊走路的拐杖啊 这个是能够辨别的啊 那也是啊他权杖的那个概念啊 所以印呢带子杖啊就是表真啊 他很容易的辨别出啊拥有者的身份 当然啊这个犹大脱的朋友啊 送了山羊羔给妓女的时候啊 这个召妓啊这个事情啊 最好不要自己出头嘛很难看啊 结果没有想到啊 哎这个居然找不到这个妓女啊 他为了她停止啊这个 找这个免得四处去寻找啊 犹大的名誉的受损啊 就是就随便她吧 好这个路盘的妓女啊就是妙计啊 这是这个迦南的这个非常败坏的封属习惯 啊所以啊犹大告诉了亚多人啊 自己是去找佳能的妙计啊 然后让人觉得啊他只是去宗教的热情 啊那免得他自己啊受禄了 所以啊这个看起来这个犹大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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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常常循花润扭啊 就是啊上期之后啊啊 啊这个这个这个性对这个犹大的诱惑是很大的 啊剪羊毛的时候是收获的时候啊 要放放放自己一下 所以啊他们是才能够啊啊 在这个时候啊啊这个啊 有这样的机会啊 骗他上床啊得着后裔啊啊 哎呀这个表现跟这个 而约瑟在后头啊的表现实在是差距非常非常大 约瑟不仅仅能够啊抵挡女色的诱惑 啊这个但是犹大呢 却是主动去找妓女 这个两个是差距的 属灵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然后啊犹大呢知道他这个 这个啊 他妈是怀孕呢还想要把他烧了 要不是他妈是拿出证捕啊 这个犹大真的把他给杀掉了 所以啊犹大说啊他是公义的我不是啊 这个他妈是在最后一刻拿出证据啊 这个这个反而啊这个犹大没话可说啊 正是他要被拉出来的时候要杀他的时候 所以啊他妈是啊是实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取得后裔啊 所以这个后裔啊长者的名分有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看得出来啊 犹大的的确确严重的亏负了这个这个媳妇 犹大犯了很多错但是啊他不是那种无耻强辩 然后也也不认错的人 他反而啊立刻改正啊 这个啊就让这个犹大在这个错误的堕落之中啊 有一个怎么样翻转的机会 你看啊刘变上了他父亲的床 这不是更糟吗 那么立位跟西面都是杀人放火 那不是人就死掉了那是这个连救都救不回来了 但是啊 犹大他呢不仅拯救了他的弟兄约瑟 那他也怎么样啊也承认他自己所犯的罪 所以啊犹大即便是啊他有很多的缺欠 但是啊也看得出来 他生命的性质当中有一些是值得啊 被主啊所纪念的 好今天我们先暂时停在这边好不好 那那个呃 我想就交给那个 张弟兄你先来好不好 张弟兄你来先交通一下 哎张弟兄不在是不是 文心在不在 或者是哈拿你你来去去安排一下吧 好吧 哈拿来 好的 嗯好的老师辛苦了 谢谢老师 我看也要继续方便吗 也要继续方便吗 哦不方便了 客官 不方便了 不方便了 因为晚上这个时间 呃那我就简短的说几句呢 我们进入室来祷告 嗯 嗯 从就是我们创始G37章当中 看到约瑟是呃 雅各的就是他生命中的延续 嗯 嗯 看到说 约瑟被迈到整个埃及的过程 也看到说 三十八章就转向了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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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大 尤大 尤大就是和他嘛 如何 就是犯 就是 就是 所以说 如何生到 谢拉和法拉斯 这 这样的这个过程 其实 代表我们很多 警醒学习的功课 就像 圣经当中所说的 呃 有很多的 就是 就是 点让我们知道我们警戒和学习 呃 所以 也非常感恩 接着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中心有子妹 就是 真的都能警醒吧 也非常感恩 呃 真的这样的学习 使我们的生命都真的是 呃 呃 有所啊 有所改变 呃 有真的是 让我们的生命也都能 呃 想 就是 呃 就像 约瑟一样 是雅各生命的延续 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呃 尤其说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是不是 呃 就是说 应该说后继人吧 所以也非常感恩 但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 呃 呃 就是 呃 越来越来就是 呃 呃 呃 尤其说这个 呃 约瑟的 就是十个哥哥 他被这些人把他卖的时候 大家同谋要害死他的时候 说十个哥哥是如何 呃 呃 就是说嫉妒他 心里有那种 心里有恨人的心 就恨 就是他的哥哥又恨越色 所以 这 那我们就是 呃 时常的 就是 呃 真的是看到 呃 引引我们吧 那么 也非常感恩 接着今天晚上的学习 呃 就把时间交给金牧师吧 金牧师 哎呀 我刚刚上来了 前面掉了 没声音 老师讲什么都没声音 你们是不是这样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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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美 哎 很好 老师一直讲你们都有声音吗 有啊 很好 有 我们 哎呀 我都没有 我刚上去了 就那个没声音 整一步整也整不了 就讲到老师讲到那个 呃 谢拉的时候 就断了 就断了 刚进来的时候 就老师已经下去了 你那个是你讲了 前面还有谁讲了 我都不没听到 没有人讲 啊 没有人讲啊 然后大家不方便 我想就 简单的说一句 就你讲了 因为时间关系 哦哦哦 哦哦哦 反谢主啊啊 反老师今天讲了三七三八嘛 啊 都有很多的故事 也有很多的 呃 行译在里面 啊 都有行译的 所以也感谢神吧 哦 感谢神 呃 刚才我听你讲了 我进来的时候 就听到你在 那个讲嘛 嗯 三十七章是讲到那个 呃 鸭的那个月色嘛 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恨他 约瑟的哥哥恨他 然后我们看到一到二节的时候是 因他报告哥哥们的恶行 然后三到四节 我们看到因他的父亲偏爱他 所以我们更多家庭子女多的 会有一些对哪些好点 对哪些不好点 也会给家里再来的麻烦 但老师今天讲的重点是 他那个雅各的生命 透过约瑟也改变了 然后其实这一家讲到是 那个约瑟的受苦 约瑟的受苦 那个他五到十一节 我们就看到 因他告诉他们 他做的那个梦 做了那个梦 所以会为哥哥们恨他 哥哥们恨他 瑕疵着 所以被哥哥说嗨 所以 雅各是 那个约瑟是有很多 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让我们学习 他非常非常 其实从人的角度 我觉得约瑟做的是对的 但是从某种那个不喜悦的方面 他们哥哥就不喜悦他 所以那个 十二节到十七节 他是奉父亲的命 往哥哥那里去 表达是关怀 但是他没想到 十八节到二十四节 哥哥们同我害他 将他丢在那个坑里 然后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那我们就看到 哥哥改变了主意 本来就想把他害死了 然后改变了 将他卖给以斯玛列 然后那个 二十九三十五 就是雅各被骗 是不是 相信约瑟是被野兽失碎的 然后三十六节 让我们看到 他被带到埃及 卖给了波提法 让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含义 有很多属灵的含义 那从那个 三十八节 我今天还是很想 老是在那个 其实听了也很多次了 但是还是有很深的东西 没有了解 我还有没有了解 那么一到 三十八节的一到五节 就让我们看到 犹大取了 那个家男女子为妻 生了三个儿子 然后那个长子跟赤子 都始于作恶受罚的里面 都同意 都是烟花不喜悦他们这样 所以六到十一节 让我们看到 犹大将儿媳妇送回家 犹大有他自己的失意 所以呢 犹大最后会说 他比我更有意 二十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 因为犹大不守承诺 不守承诺 媳妇他们就专注 继女犹大这样的一个 其实从我们今天人的角度来讲 是好像想不通的 但是从神的那里面 神许可的事情 一定有他的美意 一定有他的美意 我们也是有很多属灵的学习 有很多属灵的学习的 那个意义的 非常非常 我们从他学习属灵 得到长子的名分 对神的应许心存盼望 对神的应许心存盼望 说 驾飞人 就是那个第七节 第七节 他也不是说自己愿意 老师今天讲的 我还注意了一下 就是后面我没听明白 但这个故事 我们大家都不会陌生 都不会陌生 顺着长辈 然后忍受那种抱怨 然后等着盼望 这都是他们那种心态 他们有很多很多 是我们属灵学习的教训 然后呢 哎呀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让我们也有很多 这条线也是一定要有的 这条线 我相信明天老师 还会讲到很多重要的事情 这我感觉老师还会想 还会去做一些解释的 因为还有一些东西 我还想听呢 我还想听 看明天老师如何解释 我们先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每一个人 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的 主啊 警戒和学习的榜样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 无论怎样的 主啊 从圣级有些看起来非常不合理 但背后是有属容的意义 主啊 就像我们的约使 主啊 他被家人所害 看起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家人的哥哥们都是很诡价 但是主啊 人借着这样的不好的诡价也好 做坏事也好 主啊 神最终都成就了他自己 主啊 得百姓的心意 救了约使的雅各的一家人 若没有这样 主啊 在这样的饥荤中 主啊 雅各一家不晓得怎么样 但是主啊 就因着这些苦难 主啊 是雅各家 保存了雅各这个家族 主啊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 也会想到 为什么那些 那么多的苦难 领到我们 其实真的说 苦难的背后 有一个祝福 我们也看到 约使那么多的苦难 其实约使是最更顺服的 但是主啊 被哥哥们所害 让我们看到 神就是喜欢我们顺服 即便是被哥哥这样的 所害所慢 他还是顺服下来 还是学会了 如何去应付 对付生活 最终主啊 他让我们看到 在波提 在家里 他受到委屈 最终还是神为他 神愿 神抬举了他 让他当了宰宰 主啊 我们说 忠诚很重要 他如果要跟波提 方的老婆 主啊 一个厌世 就没有后果的故事了 所以我们今天 在现实的生活中间 我们也要忠诚 虽然有现实的生活 看起来对我们很不公平 但是主 你许可我们都没了 一定主啊 你有个极大的祝福 给了我们 主我们真的越学越明白 越学越懂得 主啊 忍受一切不好的 才是真正的得胜 主啊 忍受一切 主啊 只要是不是我们自己 所造成的 主啊 或者是我们 无知所造成的 经理许可 我们主啊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说 看到主啊 十字架的 主啊 咒诅变成了祝福 主啊 岂不是这样吗 主啊 耶稣的受苦 我们得到了祝福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感谢 我们就向你诈美 谢谢你 让我们每天 一点点的学习 一点点的进入 主啊 我们知道 在这个平台上 有些弟兄姊妹 都是刚上来的 主 谢谢你带着我们的 专兵 为姊妹 主啊 一起来学习 我们也看到 主啊 我们的过教 真的都能够坚持 主啊 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诈美 谢谢你爱 把他们的每个人的生活 都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让他们的手中的恭敬 都 主啊 蒙你的祝福 亲爱的阿爸 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他们也常常为我们 教会祷告 为孩子祷告 为我们的平台祷告 主你来祭祝 你来祝福 你来恩戴 主啊 我们也实在 把我们上月份的事工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我不晓得应该要怎么做 但是主 你自己来启示着我们 主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就向你诈美 感恩祷告 交度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被主导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的照顦 我�나 我们就 olmuş 你们去 我们在乒宾 上的父母 向你 要他 我们在乒乖 到你 家乖 愿你 在乒乖 和你 总是在乒乖 我们在乒乖 我教你的指引在这一场 一场是在一场 我们日在一场 今天日的我们 连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祝福 在我们的祝福 祝我们的祝福 因为天日 我都以为 要求你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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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时间 可能一件事跟你说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那个老师说的 时间的问题 我们大家看看 这样的时间 可以不可以 就是说 我是想这样的时间 怕老师会受不了 然后那个上月份呢 老师呢 事情也忙 还有个呢 我又不在北海 因为我7号就要走 然后呢 有一个月在我妈妈家 如果这么晚 说大家弟兄姊妹 能不能行 如果不行 我是想叫老师 停三月份 停了 不上 然后老师刚才说的是说 要改时间 那假如说改到 我们觉得说 9点钟开始 8点半就唱歌 可以不可以 就是还是按 原来的时间好 还是说按 那个改一下好 大家就想一想 嗯 可以啊 你觉得可以 你按原来的时间 那个点 老师就准备睡觉了 他到12点到5点 是工作 是在晚上夜里工作 我觉得可以 如果改成那个8点半 老师还在夜里 更起不来 因为他老师夜里不睡觉 他要在电视台上工作 如果夜里要不睡觉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往上谈 老师刚才说的是4点钟 我觉得我们 呃 那个 不是 老师那个意思是说 从4点到10点 哪个时间段都可以 那我们 4点以后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 哪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一个早点 从8点开始也可以啊 是不是 8点 那个 就是说那个8点八唱歌 9点开始 到了10点半 我们就结束 也可以 我说 啊 也可以 不知道 那你来得及吗 工作回来 我这边 我这边没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 那明天我跟老师商量商量 大家也商量商量 觉得说 什么时间是最好的 你就不能到10点半了 因为老师的时间 就是到10点 是他那边的5点 他的5点 凌晨5点 他的工作要 可能 我想他 大半夜不能睡觉 可以休息了 应该我也不知道 我是在 太小 那我们的时间 大概就是什么时候 工作吗 就是 老师那个 就是说 老师的意思 就可能 就那个时候 不是 你应该讲完了 去睡 就这么想的 老师的工作是 黑白颠倒的时间吗 是那个 跟我们 不是有时差吗 导过来呢 老师的时间 是从 凌晨 就是 先说老师的时间 是凌晨12点 到 他的5点 也就是 我们这边的 晚上的 就是下午4点 到夜里10点 这几个 这个时间段 不能超过 我们这边的10点 就是老师那边的5点 这边是老师在工作 还是老师在休息 老师肯定是在工作 在 他那个 电视台 他要放节目 他要盯着节目 然后就想着 那个 因为是 那个时间段 给我没上课 是这样的 老师肯定是在工作 他要以后 电视台要开始播放嘛 他要看着播放 正常的情况下 再给我们上课 是这样 他想可能是 在播放的时间 然后又教导我们 我觉得这样不好 对 那万一平台上 有什么 他们那边 有什么事 是不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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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个月太疲债了 我感觉老师太心疲债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那我是这样子啦 老师会 也在祷告啦 也在祷告 就是 反正好 我那一段时间的话 我就是本来就是要来 就是思考 就是放以前的这些信息的 我原来是这样子想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并不清楚 我到时候会 因为我必须要先确立 这些节目各方面 都已经都上架的正常 这从来没有做过 就是说 真正的搞一个电视台 然后刚好又是自己在做负责 这个 说旨在 我觉得我们没有预备好 但是 反正我会这样子好不好 那弟兄姊妹 我会跟你们事先讲 在那个群组里面 讲说老师什么时候方便 上课 你们如果看了有空 你们就上来就知道 那不要勉强 不勉强 这样的话你们也没压力 老师也没压力 你知道我意思 那我就跟你们讲 我今天什么时候可以 方便 那你们反正时间的话 就是按照你们所讲的 就是你们晚上大概9点以后嘛 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啦 有可能的 就是 就是这个因为反正我也和这个是需要做这些事 这个既然要做这些事我就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也在思想主也不是坏事 也不是坏事现在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要逐步的完成 他也不是一处可及 他也不是说一下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好 那我只能跟你们讲说 现阶段的话 老师目前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 那我会用这段时间 反正我是自己安静的时候 我也是赌金啊 也是安静做什么的时候 我也可以教导 也可以分享主的话 你们上不上 有没有时间上来都不要紧啊 反正老师就是跟你们讲我什么时候是方便的 那你们知道就是我会尽量的是在你们的时间大概是九点到十点半 这段时间我刚好人在网路上 我在网路上我就跟你们见见面啊 交通交通也很好 没有什么不好 那我之前的话 我也是会把它做成那个好像 就是直接录制我在做什么事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 也没有 也不是什么压力的 只是那段时间是老师在制作 制作一些电视的时间就是了 好不好 好 你们就为我祷告就好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主会怎么带你 好不好 是是 先祷告吧 还有这里边 好 那老师您那个工作吧 我们下去了 下来了 好 辛苦你们了 主要是爱你们 主要是爱你们 好 嗯 嗯 好 你们下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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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努力 优秀 啊 我们都在给啊 这一帮里 我们都有 我们今天就给他的 处于 那家的 你 ֳ 今天 我 我 在家人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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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